余少泽 在那裡 在那裡拿魚肝餵 我問你家裡什麼條件 你一直在餵 哎呀我就是逗逗他呀 就是余少泽今天 就是經過了我家貓 就是對他還是挺親近的 然後就確定沒問題 因為貓其實很明感 你們懂不懂 他身上有邪靈 請姐妹們小心一點 他身上有邪靈 真的是 腰炎霍中一點點 他身上有邪靈 余少泽每次帶我們去吃 就是說他好吃的店 今天帶我們去一家店又倒閉了 但是吃到了後面還是吃到了 吃到了就是不值得 起碼兩個路程加起來 半個小時去吃那碗牛肉麵 但是真的蠻好吃的 小心說是不是 因為我說話 對 那你還會想特地去吃嗎 想 聽到沒有 大家現在還挺賣賬的 我不想 然後陳律很好笑 陳律最搞笑 陳律最搞笑了 陳律明明就覺得那種 牛肉麵一巴嘛 他說 就帶我來吃這種東西 余少泽一走過來 哎這家店還蠻香的 啊我的浩子妹 我明天回杭州了 你覺得我們兩個在一塊誰更遜色 我覺得今天陳律略顯遜色 略顯 我說只是今天啊 今天以前都是 就是就是說陳律比較 哎卡住了卡住了 你也別過了 卡斷了卡斷了 你的網不好 你家的網不是很好 他僅代表個人觀點 他僅代表個人觀點 並不是大眾 他僅代表個人 不會啊 他代表的就是大眾 他為什麼代表大眾 他就是大眾 怎麼了 他今天玻璃心 玻璃心是不是 你是不是玻璃心 當網紅這麼玻璃心嗎 對啊 網紅不是讓人評價的嗎 都不讓人評價的嗎 請路人觀點 都不讓人評價嗎 你這樣你當什麼網紅啊 對啊 說兩句就不給人 把麥給掛了 對 你們說的對 你們說的都對啊 反正披茶被你們說 也說習慣了 我覺得你的頭髮 今天有點太長了 他們是 他們都每天友情POA我 你知道嗎陳律 沒有啊 你知道嗎陳律 我從來 我從來不在網絡上賣藏 我從來不罵別人 我的黑名單沒有用過 每一個人 每一個給你留言的人 都是你草船借來的賤 你就等東風吹的時候再說吧 對 再說嘛 以後就我生日的話 直接給我轉帳就行了 不用那些話 對 你也知道嗎 我知道 對 說他在地下室了 他在地下停車場的事情嗎 算了我沒有他那麼就是 你在地下停車場 真的假的 你真的還不知道吧 你真的還不知道吧 我最誇張可能也就在陽台吧 他真的不是在跟 他真的不是我們普通人說在地下室 真的不是啊 沒有關係 跟人沒有關係 你在地下室把屎 不是 嘻 花姑娘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這個 你把這方面努力的勁用在工作上 人溫婉在地下室哭泣 你在地下室幹了些什麼呀 哈哈哈哈 他也在哭泣哭泣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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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所以你的陽台的事是什麼事啊 那陽台就是我跟李嘉華呀 在三亞度假的時候呀 然後呢 面朝大海 嗯 然後你們 哭泣哭泣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好好對我啊 老天爛 哈哈 沒有 三亞 我想想那一次 就是我們住那個海邊酒店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在那看 我說哇好美啊 然後不驚 然後就對視了 對視我們兩個 兩個吃過最長的一次飯是多長時間呀 四十二左右 我記得 我記得很清楚 你還記十了老天 對 因為我 我會 就是有的時候我會看一下手機 我會說現在幾點了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幾點了 我會看一下時間 也 不多不少四十二分鐘 是 第一次見面之後 你們就是 過了多久 然後才 吃上第一頓飯呀 第一次見面就吃飯了 好 好 漂亮 好 漂亮 就一頓碗 一晚上咱們最多吃過幾頓飯 一晚上 三次還是四次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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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傢伙呀 誰在工作的時候 比較會下 比較容易下頭 下頭那應該是我 但如果不是我 講的 哈哈哈哈 突然 工作的工作 聊天 老婆今天吃什麼老婆 哈哈哈哈 他會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會說 他會正在工作的時候就說 哦對了對了 你明天要把那個發給我 我要發給那個醫生一下 你跟我聊一遍 嚇頭 我真的 我真的好嚇頭啊 來皮眼你們還有一個 嗯 誰會偏向喜歡奇怪一點的東西 其思妙小千奇百怪的一些東西 誰會偏向一點 嗯 好 其實就是我感覺我們好像不是有 但是硬要指的話 那是我嗎 他的奇奇怪怪的 他什麼奇奇怪怪的想法比較多 就是我很多都是不允許 啊就是很 我很皮 嗯 好了好了來吧 閉眼吧 嗯 你們 工作的時候誰皮好會比較多 兩邊都一樣沒意思啊 對 那 大家趕快去吃吃宵夜吧 吃吃宵夜吧 吃吃宵夜吧 油脖吃第一口 小小小小咬一口 再咬一點點 好 吃喔 給你吧 可惡 要餅 吃 吃 吃 你们就说一个对方的 最近想问对方的问题 但是没好意思问的 我需要证明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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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最近老师对我发起工作谣语 声 最近 最近有点反过来了 这个我承认 可能是因为 这件事咱们密切场工作 就最近可能换季嘛 然后 就 多多少少 那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啊 你看冬天都要冬明 可能是太冷了 可能是太冷了 对可能最近换季的话 然后心里 就是 老师需要点慰藉 密切你干嘛 就是说皮肤干嘛 换季的时候 换季的时候不会 哦 我们有爱情的滋润 有爱情的滋润 然后可以 立即说吧 嗯 你觉得 你觉得你给我的打分 我一直很介意这个问题 你给我的打分 一到十分 你能给我打多少 嗯 五点九吧 快几个了 你说的是什么打分啊 是 是说工作的时候吗 对啊工作 工作呀 那工作当然要给一个 给一个就是 你能完成这批屁吗 想问一下 密切 她说五点九 她是给我的打 老师五点九 就是不及格 六分才及格 没必要嘛 没有 因为 因为最近 类爱情的那种 拿手绝活 因为她最近腰 腰不是很好 你知道吧 就是她 她腰椎键盘突出 不是 之前就是说之前 之前不用别接最近 她刚刚就问的 就是最近啊 之前可能可以 给个七到八分吧 但最近 没有及格 有 有十分的吗 我想问一下 十分 在我喝醉的时候 会十分 喝醉的时候 九点五吧 老师 我也给十分 我也给十分的 老师 你知道姐夫的要求 我一直很喜欢 要求哪这么高 因为我觉得 凡事都有进步的空间 没有十分 就是这世界上 没有十分 那你问我 我给你打分 我不想问 你问啊 我不想问 你不问我 老师 我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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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你什么事啊 你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姐夫的 给姐夫工作的打分 是啊 一分 一分 他真的是报复心啊 一分就是 有就好了 一分 我走了 我走了 那我刚刚应该给你 0.5分 是个人就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我走了 走了 我现在走了 你看你看 别打 别打架 走了 拜拜 别打架 你才一分 我告诉你 好 太可惜 我 乱 我 减 由 浩浩浩浩浩浩浩7 Aww 感谢观看